- 超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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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啊我想說我們就到宜蘭區就好了 - 就像我們那天講的那樣子 - 我們這邊先喝一下水好了 - 我剛剛有幫你賣 - 超濕的! - 超濕的! - 喔!!! 這個車... 大家在這邊我看都騎得還蠻沙的 待會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 你去騎 然後我來講一段 之後換我騎你來講 看誰講得比較好 這樣好不好 這麼刺激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來玩一下 試試看 考驗一下我們的臨場反應 歡迎來到34K彎腳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我們車評小將 經過30K彎腳以後 它出現了一個退檔補油 我們可以看到CBR650F這一部車 其實在退檔補油上面相當的穩定 那也因為它的懸吊 在今年本田特別的來做調教之後 相信在山路上面的騎乘 更是相當得心應手 更可以來感受到本田的造車工藝 騎得不錯喔 這車子還蠻好上手的 還不錯 那我就要離合器做的還不錯 大家換你講 我再去換我再去騎一下 現在待到加菲茂鎮 經過34號彎 哇 我們現在路線走得非常的緊繃啊 我們看到它互動的非常的一敗 這個在山路喔 還是不要太緊繃比較好 保留一點空間 安全第一 通過最後一個彎腳 pick up 出彎 這一圈有沒有機會呢 有嗎 我本來想說 退場不遠就要倒會倒 就倒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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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快要到茶葉蛋的 上面有一個紀念碑 有賣茶葉蛋跟一些山產 那原本我們是要到這個北公路的下面有一條野溪 不過現在雨似乎下來有點大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躲雨 剛剛騎一段雨地,感覺上車子的抓地力也都還不錯 只是雨真的太大了,是我們承受不住 如果剛好騎到一半突然傾盆大雨的時候 可能在入彎的時候減速稍微緩和一點 那傾倒的時候慢一些 稍微感受一下前輪的抓地力 不要太突然一時緊張煞車捏多一點 就有可能前輪會造成大滑 不過現在新車都有騙配ABS 我想ABS應該可以解決很多這方面的困擾 像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 如果出遊遇到下雨應該是一路衝到目的地 可是其實這樣子還是蠻危險的 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到公車亭啊 這些地方躲個雨休息一下 在日期會比較安全 感覺雨已經變小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OK 好,走 這邊是一個縣界的地方 又叫石牌縣界公園 然後另外前面那邊很酷 那邊可以看到相當多的風景 你可以看到龜山島啊 然後也可以看到九萬十八怪的那個風景 那蠻多汽車廣告也都會來這邊取景 所以我們過去看一下 上面有一個地方蠻屌的 它那個整個它的景觀觀點台設計很酷 好可惜今天騎大戶 對啊,今天騎大戶 上去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騎的這個CBR650 跟年輕的時候租這個Hornayton 250 這種小黃蜂的這個風鳴聲 我覺得到650的時候它還是有保留 所以剛才在高轉的時候 還會聽到嗡嗡嗡的聲音 那種感覺有點回到20歲的時候 風鳴聲在想上 渾腋裡的車 你怎麼可以煎男的呢? 好劑可以 欸 老大 你覺得這一台MTBR 騎腳皮啊? 我覺得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好好好 因為我之前對街車650 會覺得他的運動性 不像跑車會這麼的聽話 這種懸吊啊 其實他原廠幫你調好 這樣再騎其實蠻輕鬆的 可是你如果說像 全車條的懸吊來 然後你就要花心思說 喔這個運載要怎麼樣 這個阻尼要調到什麼程度 然後就忘記騎車真正輕鬆的感覺 對 其實這樣沿過來 這樣欣賞風景去運行 車友很聽話 你看今天我們只有把泰壓調整以後 整個感覺就對了 你說看數據表啊 還是去看他的這個 最大扭力馬力轉速 反而已經不是這麼重要 反而是真的騎出來 避免後跑 然後輸完A滾電 懸岔不會亂交 我覺得這個是我現在挑車子比較喜歡的 對 今天這樣子騎 我覺得他其實就算真的要小這些一下 車子也還蠻聽話 是啊 對啊 對啊 尤其今天幾段是在出彎 然後油門燒的開大一點 車子早一點提振 其實後輪還蠻乖的 嗯 而且他還不是裝上比較性能的台 現在只是原廠黑套 對 我覺得以現在這樣的階段騎 夠用 因為我騎街車 我覺得這個手把高度還不錯 那你的會太胖嗎 我覺得還好耶 他不會太胖 可是他也不像一般的運動街車這麼的高把 對啊 有時候真的趴車降低風阻的時候 會真的以為自己在騎CBR600WR 是喔 對啊 好像可以熱血一下 好像腳踏稍微弄一下輪再換好一點 好像可以 一樣可以來比賽 對啊 我覺得他運動性能還不錯 而且車子在做快勤的時候 前輪跟車身感覺是一體的 不會說像一般的運動街 會覺得車頭跟車尾是沒辦法對在一起 因為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騎高把的車子 可是今天這整體騎起來 我覺得他的手把的這個寬度 我覺得設計的不錯 所以第一 我推下去的時候 他不會有一個晃動的感 而且他在高速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左右晃動的感 我自己的車從第一台到現在 都是街車 不然我們明天交換騎看看 好啊 那明天回程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我們明天可以 就先一窗北海岸回去 邊騎車邊看景點 順便去這個海邊看一下 有什麼在往衝浪什麼的 好喔 我覺得比較壓力的是他居然有油箱指滑貼 只是他的位置是在骨架下面 一般傳統啊 比如說我腳不小心去壓到鋼管 可能有點熱 像我們昨天是穿防穿牛仔褲嘛 可是他有這個隔熱再加上止滑的效果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有時候你在騎一些街車 那你腳不小心去碰到這些金屬件是蠻燙的 可是我覺得他不知道是用材質選擇上面 就你不會有燙到的這種感覺 以前大家比較不喜歡騎四缸 都是嫌四缸溫度太高 可是這一台車在引擎的工作溫度上控制的還不錯 然後我發現他的儀表辨識度還蠻高的 因為他單純把轉速表跟時速表整理在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就單純只有油量 然後還有公里數跟時間 所以有時候你比較不會搞混 那有一些車啊你會發現他會把轉速表跟時速表分開 我反而覺得那樣子的辨識度就是變得太閃了 這一次的變速箱的設定有更改 在二檔和五檔中間的扭力輸出都還蠻平均的 不會覺得有那種軟腳的感覺 可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比較實用 我記得以前騎600的街車馬力都接近100匹 可是因為轉速都要帶特別高 可是這一次騎CBR650我覺得扭力在六七千轉就出來了 感覺騎車還蠻輕鬆的 因為其實一台中階等級的這種車管一直搶到大馬力 那他就會變成失去他的一個低扭的效果 所以反而你的這個四驅會變得很難騎 像以前早期一些六百公司 你都要偷著轉速才有辦法騎 感覺像二行程的馬力 這個650的馬力還是讓我們要看 他的扭力峰值跟馬力峰值 怎麼樣可以再提早出現才是比較舒服的 我記得按照片 我記得按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